晚上,欧洲的时间和华国差了六七个小时,这个时候欧洲刚好是下午,华国时间七点,盈子金接到了傅云深的电话 小朋友,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呢? 盈子金看了看自己手边的薯片袋,顿了顿 嗯 妖妖应该舍不得骗哥哥吧,所以我信了 盈子金将薯片袋推远,你到欧洲了? 几个小时前,事情挺顺利的,你不用担心 结了他给傅老爷子准备药材的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个拥兵小队,还算有名 这个小队里只有队长是榜上的猎人,这么大的胆子会去结药材,也是存了侥幸的心思 想着把他刷掉了,就能够领到十亿美金的悬赏额,但最后把整只小队都赔进去了 这么晚了,就不打扰你学习了,哥哥后天就回来了,给你带了点这边的特产零食 小朋友,记得早点睡,不秃头 一日,江然还在医院躺着,看着自己被包成了粽子的脚,又烦又脏 他接下来的那场跆拳道比赛,也只是他给其他人那么说而已 其实不是跆拳道,而是黑式拳击 江然忍了忍,还是起身,拿着旁边的拐杖,单脚跳着离开了病房 小弟前脚被支走,去买饭了,压根没想到江然给跑了 三十分钟后,江然打车来到了地下集市 的东家